我們多謝郭醫生,郭醫生先走了 我們這裡有很多單張在派,大家可以幫忙 我希望七一要多些人 大家可以來我們人民力量那條隊 我們一定是和平理性的 不過我們不排除在這個集會結束之後 我們會另外有集會 那就要看到時的情況 香港現在的情況是非常之嚴峻的 老實說你這個替補機制 如果你只是針對我們去年五區公投的人 倒還罷了 你就不讓我們辭職再選 現在是所有出缺都不能選 都要補選 這個出缺是包括第一,病 我有cancer,我沒辦法再做醫院 我辭職 包括死,死有自然死亡 有非自然死亡 有了這個替補機制之後 就一定出現一些非自然死亡 在那個超級功能組別裡面選五個人 第六個要做那個是否有機會替補上去 第七個那個是否有機會替補上去 那前面那五個不記得行其流底 又要去大礦規 淡地要游泳 是不是 對不對 對不對 分分鐘有機會 這個1,2,3,4,5 那五個超級功能組別入立法會的這個議員 他要很小心的請保鑣 是不是 不過以行個西洋菜街有高空雜物 有這麼巧合得 就是砸碰你的頭 你就掛老陳 跟著第六個牌上去 是不是 好了 除了死亡之外 除了病之外 還有一種就是 受罷 被人抓 坐牢三個月以上 你就癡奪你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但是這個坐牢也都有可能就是政治迫害去坐牢 好像叫微微都蹲了兩個月 是不是 政治迫害去坐牢 那要不需要豁免啊 是不是 這個缺又無得選 又由一個不知是甚麼人的去替補上去 是不是 第三是破產 不是 第四是破產 又無得做議員的 OK 再來一種 就是黃毓民這一類 在議會上抗爭 結果泛民主派現在支持收緊議事規則 跟著泛民主派加上這個建制派 超過三分之二譴責我 跟著我的議員資格就沒有了 被罷免 罷免了之後 又無得選 又找那些狗不答白的替補 還有一種 就是他經常不開會的立法會 根據基本法你三個月沒有開會 你的議員資格就被瘋奪 我們立法會有些議員 唉 真是很仆街 他每日每一個禮拜一個小時 或者十五分鐘 那他就叫你開會 是不是 這些又是議員 但是他議員資格是有的 如果你三個月無端端沒有來開會 有一個情況就是 可能你去北韓被人禁錮超過三個月 可能你在大陸野遊被公安打了 我知道你是議員 扣救你三個月 或者是菲律賓 是不是 或者是其他地方 那你又沒有議員做了 又出決 那個出決呢 這麼多種情況 現在是一刀切 沒得補選 你說 接著他的理由就是 去年五區公投 不是去年五區補選 是不是 你們辭職 不負責任 又選回來 浪費公帑 那很多的盲無有信 是呀 你們都浪費了錢 你們每個都浪費了億多 很多盲無信 是不是 接著浪費了錢 第二 只有百分之十七的投票率 證明很多人不支持你 百分之十收你五十多萬人 大哥 你吃了他那五十多萬人 我有個立法會 我叫劉吳瑞倫 差點點 那裏不講粗口 我吃了他那五十多人 對不對 五十幾萬 是不是 那些不是民意呀 他說 哦 還有二百七十萬人沒有投票 那二百七十萬人沒有投票 就是反對我們的 喂 這些什麼邏輯呀 投票永遠都不會百分之一百 投票率 除了極權國家 對不對 美國有很多參眾兩院 投票率只有三十幾個百分之一 那六十幾個百分之一 是不是不遵守 那個投票結果呀 不行的嘛 你不去投 有很多種原因 可能你病 可能那天不得癢 可能那天下雨 可能那天你追求女兒 九十幾個因素 你不去投票 但是不代表你反對 對不對 這是一個投票的嘛 對不對 你把你的投票權利交付給那些投票的人 有時候你都會問 哎呀死了我那天不記得去投票 醫生你投給哪 教授你投給哪 我投給玉敏 那也好 我也是想投給玉敏的 是不是這樣呀 你不投票 你就等於 將你的投票的權利 交了給去投票的人 你要尊重那個投票的結果 對不對 輸就是輸 贏就是贏 就是這樣 民主就是這樣 你果然禮幻哲曲 就說 五十萬人投票支持你們 但是有二百七十萬人未投票 那你不叫他們出來投你 我媽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反對五居公投那些 你建制派為何不出來選呀 為何不跟我脊抽呀 是不是 很簡單 你放棄了我的權利嘛 這個哪個理由來的 是不是 那我那天又說了 我們說那些選舉集務 那些修訂的時候 就是啊 劉剛華說 我們香港投票的時間太長了 早上七點半至晚上十點半 不如學台灣那樣四點鐘收工吧 那麼 台灣呢就是四點鐘就折的了 不能投的了 跟著就計票 在十點之前 結果出來了 台灣是最厲害的 台灣那些人的投票意識很強 拿起來 投票率七八十個百分比 是不是 我說劉剛華 你建議那個投票時間 好像台灣那樣 我說香港的投票率 可能只有二十個百分比 到時林遂林就說 這個選舉呢 是無效的 全部要替補 現在才不用選了 以後都 對不對 這些邏輯 簡簡單單我跟大家講 是很容易博他的 但是他講道理沒用的 他現在是霸王硬上弓 快刀斬亂麻 你明白嗎 喂 廿日都沒夠 就要這條法例在立法會上 要三獨通過 跟著我們偉大的民主派行 有不過民主黨 他說我 不發言 我離席 是吧 不辭職 什麼村都不 是吧 跟著到時投票 就投反對票 我投了反對票 他說幫我反對無效 不好意思 我和我的女兒明天 下個星期我們要 現在放假 我們要去歐洲旅行 那就坐飛機 那我們又不加差 被他賣了 是不是 7月 13日開完會之後 就是立法會休會兩個月 就是我們放暑假 我們就沒有暑假放他了 我們天天都在喊咪 是不是 放暑假 我們這些專櫃議員 已經訂了機票 有些是歐洲 有些是美加 有些是澳洲 有些是東南亞 是不是 有些準備回大陸找義奶 全部都訂了機票 的了 我現在就搞到你們這些陷阱 全部要改期 好 阿拉布 好 還有 我們要發動群眾 7月13日包圍立法會 好 好 沒得選 現在還有什麼可以做的 請問 是不是 除了這樣 大漢打小漢 聲嘻力竭 他都當你無道 那他就會抓你坐牢 是不是 我都預料了 所以現在你打拉布 會搞到那幫人 紮紮跳 但是最有效的方法 都是民主派23個議員集體辭職 對不對 好 我們要給壓力這些議員 好沒有 好 大家有Facebook的 Tag他們的Facebook 叫他辭職 去他辦事處 叫他辭職 在街上見到昌文江 你不要做了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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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簡單 你不用說錯了 罵他的 見到何俊仁 你辭職 辭職 抗議惡法 行不行 大家可不可以答應我 好 好 是嗎 喂 你都不為我們香港人著想 我過來餘下你 我覺得 你是應份要接受的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第一 七日 七日 每人找五個人出來一起遊行 好 好 抗議這個替補方案 令我們發動一個訴求就是 泛民總辭 抗議惡法 好 好 不要只 tyres我說 倒下 真的要做 一定做的朋友 請來舉手 好 ado 多謝大家 看看其他人還有什麼補充 OK